哈喽朋友们你们好 我相信现在大多数的朋友们家里最少都会有一台电脑 不管你是专业工作者也好 游戏玩家也好 或者是日常用也好 看看YouTube啊 听听音乐 看看小视频这一种 在这个科技更新飞快的年代 尤其是软件类 我们大多数人都会遇到很多各种各样不一样的问题 尤其是在电脑上面 游戏玩家或者是视频工作者的话 会遇到很多那种花瓶死瓶卡瓶卡顿 甚至乎离谱到蓝瓶给你必须要重启 或者是最近新出来的一种灰色的画面灰瓶 你什么也干不了 就只能硬硬的去重启 这个真的是很痛哈 对我们来讲 尤其是我是一个游戏玩家 我非常热爱玩游戏 我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真的是很想打人 然后之前呢 我也做过一期视频 就是关于AMD的 然后给了一个比较便门的一点的方案 就是只能 downgrade你的driver 然后最近呢 我找到一个新的方案 非常的良好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因为AMD的话 我之前给的方案是 告诉大家 只要下载回旧的这个版本 22.5.1就好了 没什么问题 可是这个就好像割肉这样 22.5.1之后的这一些版本哈 不管是哪一个版本 都对游戏性能或者是工作性能 上有很明显的提升 很明显的很愉快很爽 但副作用就是我刚才说的 很多人会遇到死机 卡机蓝丁 会听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今天我就找来了 另外一个更好的方法 可以完美解决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你也可以试下 在这儿我要补充一点哈 在刚才我说的那种情况 不只是单单发生在AMD显卡上 NVIDIA也会有 或者是笔记本也会有 只是对于我来说 发生在AMD显卡上面的 几率比较高 因为我有几台电脑 的确它发生的几率 在AMD显卡上是比较高的 来话不多说 直接给解决方案哈 首先 直接又点击你的电脑 放进一个新的文档 New Document 名字随便 最重要是打开它 打开它之后 直接复制我现在视频上面的 这一段文字进去 这一段文字等等 我会放在那个 Description那边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自己 直接复制粘贴哈 然后 直接 Save as 记得这里一定要选择所有文件 All file 这个东西呢 是去关掉Windows 11 会造成这一个问题的某个 功能 所以我本人的话 我会直接写关一个字 然后 .reg 记得一定要是点reg 好了过后 你直接按Save Save去你自己能找到的地方 之后你只需要双击它 点个yes 再重启你的电脑 就好了 至于MPO是什么东西呢 我不太专业用言语解释 你们可以自己去Google看一下 然后再来一点 如果这个东西对你们没用 或者是发生了各种错误意外 或者你们需要这个功能 我再来给你们一个 复原的方法 就是同一个文件上面 你只需要把现在这一段 copy进去 然后Save as 然后命名卡位开 就是卡位这个功能而已 然后记得一定要Off 然后按Save 一样 点击它 按个yes 同起电脑就好了 这一个小改动对我非常有用哈 我现在得到的不只是游戏的性能提升 非常流畅 而且我在做视频的时候 也不会再遇到那种 那种傻瓜死定蓝丁了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哈 谢谢